对于上一代互联网创业者而言 1990年、1992年都是特殊的年份 雷军的故事也绕不开这两个年份 相比于其他互联网大佬 雷军创业较早 因为受到硅谷之火的影响 雷军从大四就开始创业 尽管当时雷军和同学王全国、李如雄等人 创办了三色公司度日艰难 尽管这家公司从创立到倒闭只用了半年时间 商业上的磨练给雷军不可替代的经验 与风险意识 1992年雷军加入了金山公司 幸得求伯军的赏识 雷军从金山北京开发部经理做起 引入的扶摇直上 先后担任了珠海公司副总经理 北京金山软件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如果说90年代互联网浪潮是一个冒险者的游戏 那么雷军绝对算是将踏实进行到底的典范 1998年8月 雷军升任金山的总经理 2000年金山谷改之后 他顺利成章的就成为了金山的总裁 面对后辈的马云 马化腾 丁雷等人的逐渐远去 他只能够面对众人的背影 默默的承受被超越的现实 2007年随着金山的上市 雷军完成了自己的愿望 从金山辞职 从22岁到38岁 雷军在金山一待就是16年 在云顶对话这档栏目中 雷军透露了自己带领金山IPO之后 37岁就实现财务自由 在过了34年半退休的生活之后 才创办了小米 因为这场对话 雷军还洗停了一个37岁就财富自由的热搜 小米刚创立时 外友 苹果 三星 内运 中兴 华为和联想 在四颗故意链上 小米做到了极致 2011年 小米一代发布的日子里 北京798发布会的现场 给了雷军无限的力量 其后的几年里 在为发烧而争的日子里 小米见证了山寨机的消失 也见证了中国制造业的崛起 在和董明珠打赌时 可能雷军也曾有过胆怯 但是到了2018年时 雷军的一切顾虑就成了陈焉 这一年小米营收达到了1749亿元 首次进入财富杂志世界500强 并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500强企业 也是这一年 小米在香港主板挂牌上市 但是让雷军没有想到的是 拉胯的股价给了他 已记重锤 独定投资人赚一倍的愿望 首日破发的股价 直接让雷军掩面扫地 为了完成给投资人的承诺 小米集团从2019年开始就展开了回购 据不完全统计 自2019年1月以来 小米公司回购已经超过了百次 尽管这样 小米集团仍是创出了阶段性的低廉 小米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实际上面对回购小米的股价 已经完全脱明 根据小米的公告显示 9月5日小米回购450万股 耗资约4890万港元 9月6日小米回购450万股 耗资约4932.2万港元 9月7日小米回购230万股 回购价格为10.78至10.84港元 共耗资约24806.5万港元 在一轮又一轮的回购当中 小米不仅破发 而且创下了阶段性的低点 面对跌跌不休的股价 小米不停的抗争 但是仿佛又束手无策 在上市时 小米徘徊在制造业与互联网之间 在造车之前 小米依旧徘徊在制造业与互联网之间 那些连年亏损的造车新势力 在市值方面很轻松就能压小米一头 所以市场压根都没有按照新能源企业 给小米估值 所以当下从估值的角度而言 小米仍然只是被定义为制造业企业 也许等小米汽车真正落地量产的那一刻 小米才能够被重新挥职 这是市场的选择 也是雷军不得不到达的地方